做诸总结做笔记啊对吧 给你们看一份笔记啊 啊 以前我带的一个学员做的啊 做的是非常棒 是python17的 展示过 对啊 现在已经成一个大手的了 工资都两万多了啊 20左右吧 看能力 但是这个差距其实挺大的啊 我朋友有在今日头条的 他们做那个推荐算法 然后就用的叫deep and wide的 30个人团队就全用的一个框架 知道吧 然后最低的是20k 最高的呢有80k的 毕业一年 那80k那是毕业一年的一小伙 啊 北游的 本科一年 不是研究生 计算机专业 知道吧 他别的也是北游的呀 也有不是北游 因为他们的团队大部分都是北游过去的 知道吧 人家高的高和低的差数多少倍去啊 知道吧 真的就那个工资你 就你带着做一个小时是 100块钱 他带着做一小时呢是500块钱 小时啊 咱说的是小时都不是一帖 对吧 咱们都用一个框架 你说能干啥呀 对不对 咱们同时都是 咱们大家一起完成这一个推荐算法 对不对 啊 能力不一样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能 我还能接着重构框架呢 我还能研究这个算法呢 你可能 第一块你可能只能会用 你不能去改造他 你不能去优化他 对不对 那肯定是有差距的 我能设计这一套思想 对不对 你只能用我设计好的某一块 然后接着去完成去 完善去 对不对 那这就差距就在这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 找不着了 学员那个不给你们找了 不知道哪去了 那这有好成员原来的笔记 你们要吗 要放了 好成员一个学员做 那就不放了 啊 就到咱们这边 鹿蛋马了 对 反正我 我讲课 所有课件 必须我自己做 就是因为别人的 他的思想和我不一样 第二块 他做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啥 对吧 你必须得梳理过来 你不梳理过来都白扯 对吧 你可能当时看的时候 还有点印象 过一段就忘了 透透了 对吧 这也是我跟你们说 简历为啥要自己去写 就你认为别人的简历 都是垃圾一样 对吧 你倒是得自己去写 OK啊 那咱们这个项目 现在这是不是就都有了 接下来呢 比如说咱们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咱们上午不写图书了吗 是不是 咱加一个图书模块 对吧 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新建一个模块 啊 这个模块呢 叫什么 book API 是吧 对不对 那book API里面 他也会有什么呀 啊 是不是有model 然后有views啊 是不是 你看这东西多独立一个个的啊 还有吗 是不是API啊 对不对 每个都有他自己的 这个独立的API 对不对 知道你可以在这写谁啊 book API啊 就等于 API 然后之后呢 把这个book API干什么 是不是注册到根里面去啊 和坚果是不是就一样一样呢 对不对 那把这个U的API改成这样 是吧 book API 对不对 那之后呢 这个这边的东西就都有了 我们接下来就从模型开始 然后写他的什么 适度函数资源去 是不是 你都关掉 是吧 class啊 book model啊 db.什么 model 对吧 然后呢 id等于db.colum 对吧 然后呢 db.integer primary 然后out increment 诶 你们咋没人质疑 这块 你怎么写的一个小写的呀 那哪有这个呢 诶 咋不写这个呀 这说过是吧 还挺习惯了 点进去 这个呢 是不是 写的小写这一串啊 它是不是有子类啊 看这个 诶 这就是大写的 大写的做了什么事啊 威德特内蒙就重新给他起了个名 继承自他 其实什么也没干 是吧 是吧 讲这个是吧 背个印他是吧 继承自他也什么没干 对吧 就把display的内蒙给他改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有兴趣可以没事看两眼 因为原来有的时候啊 我不注意 有的时候写小写 有的时候写大写 然后写就 老师这个大写和小写有什么区别 我看用出来都一样 对吧 点进去实际上它们没什么区别 对吧 那第一块id第二块呢 输入他是不是要有名字呀 那db.string 那 然后给他来一个三三二吧 对吧 然后 再之后呢 别的咱就不写了 就要这点属性了 对吧 之后呢 来到我们这边 咱们去创建一个什么 是吧 books resource啊 那继承的谁啊 resource啊 然后再接下来呢 那我们这块是不是就有创建书 有获取书啊 对不对 盖的获取书 那post的呢 是不是创建书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个创建书是这样的啊 那你就可以去写在码了 对吧 那但是在写之前呢 把这个资源全都给他注册好 对吧 那就是bookapi 啊 点爱的resource 这叫什么 books resource 之后呢 books 对不对 然后你来到这边啊 那这边是不是就有post了 post里面你是不是就创建书啊 那你只需要给我提供书的名字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就给我提供参数呗 叫bookdemo啊 那就等于什么 啊 request request 什么 是不是 form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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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的个谁 是不是 bnemo 对不对 之后咱是不是就创建这个书啊 那这块就写下 book等于 book model 之后呢 book.bnemo等于 book name 啊 之后是不是要save了 但这save这块其实挺无聊的 对不对 怎么了 是不是咱们每次都得写啊 每次都写怎么办 对写一个负类对不对 写过是吧 写过吗 应该写过写过就不写了啊 要不然我还得把前面一边重构 我觉得是不是 写没写过 还有没有 你们这些人 写环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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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写个复裂 然后进行 然后进行 不是 咱说的这模型 模型的继承 和环境的没有关系 环境的是环境外量的配置的继承 和这有什么关系啊 那可不一样 模型继承的两个概念啊 别瞎胡扯啊 看啥 如果想写的话 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你打这里面去写一个什么 class什么 base primarykmodel 是不是 那之后呢 这里面是不是 寄成字db.model啊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属性 是不是给它 剪进去啊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属性了 那这块 它的一个寄成 就寄成的谁 寄成字 base primarymodel primarykmodel 更好一点 对吧 正好这里面是不是 只写自己的属性了 但你要注意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啊 对 第一块呢 就是你要加一个抽象属性 对不对 抽象的模型 它不会在数据过程 形成应设 对不对 然后才能被继承 这个那些是不是说过 第二个话 你把你那些方法 封进来 df c5 对吧 然后 try 什么 db.fision.add add个谁 sive 再之后呢 db.fision.commit 对不对 accept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打出来 再之后return什么 false 如果没出问题 能存是吧 就return出 是不是 然后这东西你可以写到这 是吧 这个这个是什么 带主件的那个什么 积累模型 也可以写不带主件的积累模型 除了sive 你还可以写delete sive 类似等等 各种你想封装的 是不是都能封进来 是不是 他继继续 这个继续完了 我们这边在掉的时候就干什么 那 说book 直接干什么 是不是 sive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如果他能存进去 我们做什么 不能存进去 我们做什么 如果不能存 我们干什么 abot 那你就给他来一个是吧 401 对吧 你验证错了 是不是 file sage 就等于什么 啊 是不是 存储失败呀 对不对 book 然后死到 还是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他存要没有问题呢 那是不是就可以存进来了 回来 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书的信息给人返回回去啊 对不对 返回书的信息怎么返回啊 以json的形式把这本书的信息都返回回去 怎么返回 啊 是不是得序列化呀 首先你这直接追客人那个book行不行 啊 不行 对不对 咱们是不是给他序列化呀 序列化还记得是用啥的吗 啊 是吧 bookfile 对不对 然后等于什么 id 啥呀 啥东西 啊 file 点 integer 对不对 然后呢 是吧 创建成功 201 对不对 再之后呢 data等于什么 是吧 不可 对不对 所以你这块要把这个结构带给他包装一层 写个什么 啊 re post re post re post create create field 啊 那就等于什么 啊 message fields.r 是吧 然后呢 states 然后fields.r integer 然后呢 data等于什么 fields.r nested 二配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博客 六子 进什么 啊 然后用装扇器给他扔顶上 Masha 位子 隔着话吗 你看 都有讲过的 有没讲过的 他他有五个同学 他说讲过的 应该是讲过 你剩下的人就晃了 对不对 哎 这啥时候讲 在你睡觉的时候 在你放课的时候 他就讲了 你知道吧 那你看这样啊 他就能把书的信息返回 对不对 咱试试看能不能成啊 啊 那现在呢 我直接我去干什么 我把这服务器起起来 是不是起来了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要去访问这个接口 啊 那他叫布克斯 是不是 C一个 啊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 啊 位一个 为什么你们写的低 写代码写的慢 我终于知道 啥玩意都丢了 打代码慢都是一方面 脑子里没东西 可不啥都写不出来呗 对不对 都忘完了 他咱们可能没有讲过呢 对吧 啊 比内摩是吧 那看什么书 你看你这一天不不看什么好书 是吧 Python Cookbook 是吧 对不对 算了 多个死到爱人 咋了 他说这书存储失败了 为什么 对 没牵引 没有表 是吧 对不对 你看这 让你 table什么 搭在哪一个这次的 是不是 Python manet db migrate 完了 哎 好了 干得漂亮啊 然后 up great 是不是 然后 然后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创建这书来了 散的 是不是就成功了 看到吗 信息这一上叉叉叉叉叉不就出来了 这不就写个接口吗 你弄十本出 你就给前段往回返下 没让他渲染你的对不对 写一个接口 够他前段往半天的 对不对 咱们一晚上给他造十个接口是吧 让他玩去吧 且玩不明白呢 对不对 是不是 你们是这样写的吗 是 不是吗 你看你他写起还难玩啊 这不创书吗 比如说 你我你创书 有时候我这书我有20个属性 你把20个属性接过来 往那一塞不就完了吗 一百个属性 你接一百个属性 往那一塞不就完了 对不对 有什么区缘吗 是不是 没学的话你手写 把它写成个字典啊 ID 是吧 book点 ID 是吧 手录是吧 没有高级的方法 你有低级的方法呀 B name 是吧 那什么呀 book点 B name 不也写完了吗 是不是 把这Masha去了 上面写这堆干什么 都去了 行不行 能不能用 也能啊 你不要总是说 哎 你们我没有学过这个方法 没有这个方法就不能用了吗 来现在换本书了 对吧 咱看能不能成是吧 那在看什么 嗯 就写个 go吧 啊 算了 成了吗 成了 对不对 没有这个方法呀 也都ok呀 是不是 我不跟你们说过 你可以优先不用考虑性的 你先给我实现 实现了之后 他们再想办法了 变得高大上 对不对 代码变得更优雅 都可以啊 对不对 别人你发现我后来写这方法比仙人写代码量还少呢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你总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找一大堆的借口 是不是 看没了吗 来再来最后一个指点啊 5点多让他技术赶紧来给咱们修网 啊 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 这个书他谁都能说你 对不对 那我应该有一件事什么事啊 应该只有登录的用户才能 才能创建 对不对 咱们先不不用给这个说哪些用户能创建 咱们说 第一个条件 他得登录了才能验证 呃才能创建 对不对 那就是怎么办 那有个人说 ok那你在你这干什么 请求的时候让他把这个用户这个图肯带过来 对不对 是不是 request点什么 fom 不用fom args点盖的谁啊 token啊 然后拿着token去哪啊 说去看着里面去找去啊 对不对 点盖他什么 token 那就拿到谁啊 user id 对吧 然后根据user id呢 user就等于 usermodel.query.get get get的谁啊 user id 对不对 如果这user是有值的 对吧 我们就允许他往后走 如果没有是不是就不允许啊 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 try一下 try 然后把这一堆干什么 给他放进去 对不对 当然以后你还可以做起来 谁创的 这书就归谁 是不是啊 对不对 那这块如果出错了 你把这错误都打了 是吧 那这块呢 如果出错了 就可以干什么了 about了 对不对 400啊 我说403对吧 message啊 什么 用户未登录 是吧 对不对 那如果没问题呢 啊 你要你还要判定一下 这用户的他得有数据 是不是 F 有点 对不对 我说你写Fnot吧 如果这用户不存在 你可以在这干什么 主动跟他抛个一场 瑞兹是吧 xivation啊 用户不存在 对不对 这不都行吗 你咋写他咋是 咋写他对 是不是 难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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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给他个token啊 那这会儿你得加上token 等于 这个问号打成住呢 是不是 后面是不是给个token值啊 我随便写一个行吗 是不是不行啊 对不对 你得弄一个真的吧 咱们登一下 是不是这儿是不是有一个token 把这token干什么 靠位走 来到这边的 kno way 算了 这就成功了 对不对 你这token不给我 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是不是 现在写功能实验了吗 实验了 但是你看里面有这么大一坨代码 趋于一半了 实际上和我要创建书的过程有关系吗 没有 所以说这段代码我们不应该出现在这 应该能弄走 对不对 怎么办呀 对你可以封装一下嘛 封装的方式那就比较多了 你封装这个方法 封装这个属性 封装这个类 是不是 是不是都行啊 那我们这儿在这个python里面是吧 比较常用的封装形式就使用啥呢 对装上t对吧 那你可以写一个什么呀 啊 你说我创建一个文件叫declators啊 啊 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创一个是吧 df什么login required的啊 干什么 是不是要求你登录啊 那你写一个什么 f un 是吧 之后呢 啊 df wrapper 对吧 包装 行星 kwx 对不对 之后呢 把这些代码扔进来 是不是啊 这玩意怎么办 拿过来 是不是啊 看着怎么办 导过来 有的冒头怎么办 导过来 abot怎么办 导过来 是不是 不是啊 再之后呢 如果没出错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呀 啊 你是不是要执行方式啊 你是不是要执行方式啊 就是return 然后这个f un 星 x 星星 kwx 再之后呢 return wrapper 这就小了吗 是不是啊 这就是必须登录的一个什么 这一转上去啊 对吧 那你让你的代码变得很简洁 怎么写啊 log in 这块 对不对 这一写就功能也能实现 你信吗 我不信 对吧 你就想骗我是吧 来试试对不对 来到这边是吧 算的 是不是就成功了 对不对 那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以后只要需要登录 限定的地方 你是不是加这装上器就行了 对不对 不加就 不加的就是谁都能访问 加上就只有登录的能访问 是不是啊 多简单啊 你这样一写 你所有的接口 不就一下子就都搞定了 以后里面进去就该写 创建写创建 该写修改写修改 是不是啊 不就完活了吗 对不对 你想一下 看是不是 多简单 so easy 对不对 来给你一份 再给你加个问题啊 哎 我现在我 我比如说我这创建书的时候啊 我这书有作者 谁创建的 这书就是谁的 对不对 我想在这边呢 去获取这个作者 获取这个U字 怎么办 大家拿 咱不说查询 就说我现在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 要操作这个作者 怎么办 我想获取作者 咱们现在不说 拿这作者干什么去 对吧 就比如说你这书以后 可能要有一个属性是作者 我要 我又需要你这作者 你这作者怎么办 啊 这书是没有的 是在创建的时候 我要给你加个作者 那我首先 我是不是在创建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属性是作者啊 但是后我要把作者指给你 那这作者是 在哪呢 啊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U字啊 对不对 那这U字怎么 怎么传递到这来呢 啊 也是放了那个 你不是在里面 放了出来 别胡扯 啊 当时你都一手 那时候 很多同学不就说 哎 我这个request 这个东西 怎么用 我这个记忆怎么用 对不对 你们不经常见过一个 叫request.user的东西吗 很多同学 就去看那个原代码 不就看到这种东西 叫request.user 这个玩意儿吗 request.user的 怎么用到不就完了 是不是啊 把这U字记录下来 然后在flux里面 经常不使用那个request.user的 而是直接使用g 对不对 这g什么啊 是不是 三的制线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不就完了吗 你给它记录下来 那这东西的记录 你可以直接写在哪啊 写在这儿吗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不就完活了吗 那之后在这边 你就可以直接通过 寄点U字 是不是就把U字拿到了 然后就 比如说你这个书 有一个属性是U字 把那个属性给它设置上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 看见没有了吗 他的书名拿到了 书名拿到了 能干啥 我是创建 我要创建一本书 对不对 那再这会儿啊 那plus是 粘购里面也是这样的 粘购里面也有啊 粘购是request.user 然后就那个 做那个创建的时候 啥创建 就是记录下来 是什么 粘购里面是什么 对啊 然后弄过去呢 粘购里面是什么 直接拿呀 你这边想拿U字就 记点U字 这不就把U字拿到了吗 方法是一样的 把它反过来 就U字等于 是吧 你先先往那边 塞一粘购里面拿吧 懂了吗 你真是个小天才 是吧 懂了是吧 居然懂了 是吧 哈哈 人家往这边 你看啊 这俩不就掉过来 是吧 记点U字把U字塞进去 然后那边呢 U字等于记点U字又拿回来 是不是就没了 对吧 OK了吧 那接下来到这边啊 这get这边呢 你说get我要拿所有的书 你会做吗 那首先我们要把 那就是book4就等于什么 bookmodel.query.o 对吧 之后呢 return data 那这个data就等于什么 message ok 是吧 然后state its i-t-t-t-s 200i 然后再之后呢 他真正的data 对吧 或者有的人管他叫什么 rezart 叫啥都有 books 能不能直接用呢 现在能不能直接用啊 你 不能对吧 那比如说啊 我们来到这边 你去测一下呗 把这个get post 换成get 一散的 你发现怎么了 什么呢 是不是就错了 对不对 那这会怎么办啊 啊 他咋是个那呢 没重启 来这边 算的啊 应该的不仅仅是这个那对吧 他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你 book model is not jason said 咋的了 说你这book模型我是序列化不了的 对不对 jason序列化不了 那我们要手动帮他序列化呗 怎么序列化 那写一个这个东西吧 写个这玩意儿 对不对 那首先咱们把上面这个玩意儿打开 咱们还有可能用到它 是不是 把这两玩意儿 打开啊 打开 是不是啊 这两个玩意儿 啊 那这个东西 这有一个book field 然后这有一个post career field 是不是啊 那这会咱们再写一个什么 get list field 是不是啊 是获取列表的吧 那这会怎么办 message field.fuge 然后呢 state 是吧 fields.r integer 再之后呢 data 等于什么 fields.r list 然后 fields.r nestate 是不是啊 iPhone 比如说我不写类似 我直接写field子 点 nestate 然后写 不 nestate 是嵌套集连 对吧 直接写这个行不行啊 也直接写成这个样子 看啊 和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结果我给它是一个列表 你说行不行呢 这行了对吧 看好了 这半眼球看好了 看行不行 对吧 算了 没用上 真蠢啊 你干了再多的活吧 没用上 你说你写了 你给吹事班写了 洗了再多的白菜 你没写日记 是吧 谁知道你是雷尔 你没写日记呀 对吧 没写日记 干了那段活 是不是就没人知道了 在哪啊 看OK了吗 这不就一个列表吗 你把这个内幕换成UR 那不就轮播吗 是吧 给钱都让他写去吧 是不是 你给他弄成100样 让他轮去吗 是不是 简单吗 这样就获取一个列表吗 解下来码啊 啊 解下来码 你自己算了 那也行 你开心就好 是吧 这样 很标准的写法 是这样写 fills.list 然后套上 fills.nest 是吧 不套也行 这种是标准写法 然后你直接写nest C的也没有问题 是不是 来再来 散打是吧 依然OK 是吧 是不是 你这不叫B内幕 你给他改成UR 然后给他一些地址 这个这个路径 是不是就是一个轮播呀 那你说你们有啥不会的 你为什么给人家前端写不了接口 你这样给他写几个接口 让他前端去玩去吧 是吧 一会儿你就写出了一堆 一晚上我感觉你给他写上七八个 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 啊 啊 这不就完了 行了就讲到这儿了啊 啊 好